歡迎來到尼尼乳的人生廚房 那我歡迎今天的來賓 CAN 掌聲鼓勵的小胖 妳也大家好 我是小胖 大家好 我是小胖 歡迎來到我人生廚房 因為上次邀到新聞系的戲的話 這次我們來個比較special 文化廣告系的學妹 我們歡迎尼尼乳 謝謝 嗨 真的是學長 而且應該算是直系吧 文化廣告系 擁有共同的導師群 你那一屆有哪些你認識的 你那一屆我應該會認識 有啊 尼克 這個 妳的學長一屆 這樣我算 這個不算啊 妳需要我們幾屆 幾屆 我不知道為什麼尼克的那個facebook好用 但其實我對她完全沒有印象 我第一次知道她是在公司 她這個人就是這樣 即將為人學長的時候 就會去翻說有哪一個學妹會進來 然後一個一個用LB查 然後加好我 妳很閒耶尼克 妳怎麼可以這麼閒 妳對妳加我 因為她大一大家都沒有來學校 我不記得我有教 是妳加我的 真的沒印象 好啦那今天直系學妹來真的是 我覺得那感覺又不太一樣 好我要重點 要吃什麼 牛肉麵啊 對 但是牛肉麵這種東西比較繁瑣 今天是為了直系學妹 我覺得我願意獻出我的第一次 不對 試著去嘗試做看看 我跟你們說 我一定要跟觀眾說一件事情 之前前兩禮拜 他們就說要拍電 然後我都把時間控出來 然後他們就跟我說不拍 說牛肉麵還挺研究的好 我被放了兩次秒 真的是蠻誇張的 啊 聚集 學長霸凌學弟嗎 那也蠻正常的 對啊 不存在這種關係 不存在這種關係 我們跟學妹關係都很好 那是妳 我們要爆料一些 他跟學弟妹的關係怎麼放 歡迎晚上11點後 到ATD猛棒就可以找到 滴可 今天就是做的過程比較繁瑣 然後今天牛肉也是比較忙碌一點 聽說妳要去開會 然後不如這樣好了 我想一個比較好的方法 我先幫妳切一些簡單的東西 其實我切才會 因為我剛知道妳要開會 那 而且重點在於說 放了妳前兩次鳥 我真的不好意思 讓妳在旁邊付出勞力 那我就掰喔 掰 掰 掰 米露掰 欸 真的啊 沒有要我幫忙做什麼嗎 真的 其實我真的已經 不好意思了 那我想問這一關什麼 這是我的飲料 因為我剛剛下班過來越來越 越感越 這也是我的飲料 Mr. Donut 我都有吃 看我這種提琴的話 甜點應該是不能吃特別多 我以為就是不克制 所以才是提琴 沒有啦 學長 妳看 我跟妳講 妳就是放過人家的鳥 現在人家講得說 是 因為我們理虧在心 而且已經畢業了 就是學長 學弟妹 大家都像好朋友 為什麼現在還要說妳是學生 就是想要跟妳裝手而已 我以為她平常就是 就走過去 可是不知道我們是誰 妳知道嗎 不會 我會說嗨 你超尷 不會 哪有 那我們演一次 妳站在那邊 好 我在那邊 然後我來上班 我就怎麼經過 嗨嗨 嗨嗨 乖嗨 還沒可以中猜 講了四十分鐘 我偶業啊 我要去那個啦 對 但是妳要保那個 我跟妳說一個東西 對 妳說 對 我雖然現在也不知道 但是你知道 有時候就來賓就是要搶那個東西 沒錯 我歡迎來一搶 你知道這個東西 麻辣花椒粒 我超愛吃花椒的 你知道花椒粒會結束 大家可以試試看喔 就你把它咬下去 咬碎 幫它 它其實花椒粒本身不是很好吃 它的味道不是很好 但是你咬完 你去鋪進那苦澀味道 它丟在你嘴巴是那個麻 是很舒服的一個感覺 要不然為什麼都要吃麻辣呢 哎唷 好人生喔 好人生 我還要吃 他來幾分鐘 比我還人生廚房 對 指示人在搶走 歡迎來到你一五的人生廚房 讓我們歡迎今天的來賓 Cent長團隊的小胖 你也怕好 我是小胖 我忘記跟大家說 就是很多人都不知道 小胖跟丁艾鋒我們擔任 也是Cent長團隊的攝影師 Nik 他兩個都是我在文化大學學長 雖然我們在文化大學的時候不認識 沒錯 但是應該是見過幾次面 有一次就是 我在公司的時候 欸 畫畫畫兩個 我今天一人斯文就說 欸 好像 你們應該是學長學妹的關係 蛤 真的嗎 廣告系的 我就真的去問他們 真的 就是這麼巧 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呢 今天我開啟我新單元人稱廚房 所以我就想說 這個時候一定要邀請我的學長們 來參加這個節目 因為我們之間的那個共同話題 肯定很多 肯定很得聊 謝謝大家 那我們就下次見 掰掰 好 不要再浪費自己跑了 好 那我要先來 我要先閃 先走 掰掰 掰掰 等一下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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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學姐 是 是 是 學姐 掰掰 對 掰掰 很Chill 好 那我們今天要做的是牛肉麵嘛 我們今天最主要的還是 牛肉 我今天準備的是牛肋條 那我就會切成等塊的大小 要燉 我牛肉麵的話 我自己喜歡吃比較 一咬就爛了 出了車頭之後 現在切菜還OK啦 但是就是真的 還是會不舒服 好 現在肉切完之後 就要開始那個鍋了 那今天我們捨棄了 原本的平底鍋 那我們直接用這個 因為牛肉麵的話 湯也很重要 那我其他的東西的話 還有番茄 有點番茄牛肉麵的味道 然後再來就是 洋蔥 蒜頭 跟薑 加一下油 我已經不會再偷frazy 先把油稍微喝一下 好 油熱了之後 我準備這一碗 薑 跟我的蒜頭 我先全部加下去 我不要開太大 會焦掉 讓味道就補掉 找到什麼程度呢 金黃色 很像我們在煎蒜片那樣的感覺 你如果吃那個花椒粒嗎 一直在我的嘴巴 一直還那個碼 這可能是 真的是他在廣告系學校的技能 嘛 我也不知道 炒得差不多的時候 加我們的蔥 炒一下 蔥它的表面 煎過黃黃的比較漂亮 那時候我可以開大一點 因為我們等一下要下 我們今天煮的肉 肉的話 要先炒過 它味道會比較香 差不多啦 然後這次我剛剛 切完的肉肉 GO 下完肉之後 就是要去翻攪它 表面要先變脆 不一定要吃得到熟 但是表面不要有紅紅的 我們再去做下一個動作 好香 好香 而且 我現在完全沒有加任何的調味料 我覺得這個可以直接吃了 奇怪 那今天就到這邊 拜拜 好香喔 靠北 我之前在開這個系列的時候 我在想過說 真的做起來而已 那種粉絲界面會 我們就是在包一個坦克 然後我去做一道菜 洗桌菜 然後大家在那邊喝酒 聊天感覺滿爽的 我覺得什麼食人界面會的這樣 我跟你講 然後每個人來 至少帶兩手啤酒 或是一絲一絲啤這樣 表面都變色之後 我們要做什麼事情 牛肉 撈起來 好 這個時候 油 我們就用原本的油就好了 下洋蔥 炒到 透明就好了 稍微翻炒一下 嗯 好香喔 讓它的甜味釋放出來 洋蔥炒至透明之後 我們加醬油 100ml左右 直接100ml就停 好 加我們的 冰糖 我們加個三大匙 因為它會拍跳 我就抓個大概就好了 那你湯匙也滿多 本來以為有意義啦 後來發現旁邊是 好 炒一下 冰糖要融化在那個醬油裡面 然後這個時候 我要加一個神奇的東西 就是說豆瓣醬 兩大匙 紅燒的顏色才會出來 味道也會出來 然後 米酒 加進去 月桂葉 我放 兩片 然後還有 八角 八角有兩顆 然後剛剛 你滷愛吃的花椒粒嘛 他喜歡那個味道 那我們就稍微 有多一點 它是那個麻的味道會比較重 好 我們要這樣 那我們先把它拌開 好 這個時候呢 牛肉 就要放進去炒辣 哇 芥末 好 我們就是把它翻炒到 等它完全燒滾 然後我們之後再加水 好 燒滾啦 五湯五湯 五湯喔 滾了這個時候 我要幹嘛呢 加水 很多人好想說水要加多少 就是跟麻婆豆子一樣 醃過牛肉 不要弄只醃一半喔 要完全蓋過去喔 好 我這邊還有一個秘密武器 番茄 我就是一直燉 讓番茄它的茄紅素 把它的味道都跑到湯裡面 好 那我們現在料都放進去之後 那我們就準備鍋蓋 蓋到鍋子上 然後我們讓它燜一個小時 然後讓它的精華 全部都拿著桌進去 等一下那個湯會爆乾好喝 那我們就等一個小時囉 GO 好 那我們現在我們的牛肉 還有 還沒一個小時 但它現在已經有 香氣出來了 真的很香 我再讓它等一下下 在這個時候 要先煮麵嘛 牛肉麵一定要有麵嘛 那我先煮麵 那水滾的時候 一樣 我們先下一點鹽巴 多一點沒關係 我下個一半好了 等一下吃不完的話 就 我們來給我吃 一個 不要緊 的麵手 等一見吧 換一套衣服 不是換一套衣服 我們已經過了24小時 燉了7749天 好 那些 你都沒有吐槽我的衣服很帥 吐槽衣服很帥 沒有覺得衣服很帥 我嗎 真的還算嗎 你們完蛋了 有這件衣服嗎 我們沒有這件衣服 我們沒有這件衣服 因為要是一買啊 黃式兄弟的衣服 所以等下那個標題 就可以避開黃式兄弟 因為有他的衣服 知道嗎 這邊流量有補啊 好啦 回到重點 你如果開會完的時候 經過7、7、49個小時之後 我們的麵終於煮好了 在吃之前 要不要先聞一下它的味道好了 我其實已經聞到 它真的很香 湯比想像中的還要少呢 因為是燒乾的 是正常的嗎 正常啊 因為你開到它會一直燒 一直燒 一直燒 所以原本很多 原本大概在這裡 燒這麼乾 所以代表說它是濃縮的精華 是真的很好喝 很濃縮 但是 我要很期待 它真的超級乾 你勝好嗎 應該蠻爛的 因為我是超甜 好 那這個你應該沒問題 那話不多說 我先幫你盛起來 吃牛肉麵的話 我要加一點小白菜 我也喜歡加小白菜 所以我覺得那個味道 會比較好吃一點 你這個時候就下來補 那種超精的畫面 我一直在期待它做這件事情 去吃時間 我已經坐下來了 首先呢 要先吃一條白菜 要先吃一條白菜 不好吃 喝一口湯 我覺得鹹度剛好 那真的很鹹 吃一個 麵麵 我覺得它是好喝的 你的湯芹帶了一點甜味 我猜可能是番茄粉色有點甜味 一樣 我覺得是偏甜的紅燒的湯 就是它的肉的味道 是比較偏淡 但是它的番茄 很恰到好處的出來 所以有點 應該就是番茄味比較重 有點番茄牛肉麵對不對 不像是紅燒牛肉麵 對 但是味道是非常非常好吃的 然後我來吃吃看它第一口肉 熱量 可能會比較後悔 其實肉還不錯 一樣就是燉的時間不夠久 要不然就是牛肉麵 通常到最後它的肉是會散開的 可是一定很好吃 因為時間關係都得要好工作 所以我們就整頓比較短的時間 但總體來講 我覺得這碗牛肉湯麵 滿分10分 我是給9分 它的味道其實我是給滿分的 但是那1分快拿 扣在我本身嗎 不是 那1分就扣在你們的麵條 你們的麵條是選很普通的這個麵 對 很普通 如果你換成手打麵的話 跟你說這就是10分了 這個真的味道夠好 這真的很好吃 真的嗎 感恩感 對 一般來講 如果說這個在外面賣 可以賣多少錢 妳是願意買的 180吧 去看牛肉麵店 可以選有點嚼勁 或是比較粗的麵 是 蟹蟹 其實我今天不只煮牛肉麵 蛤 我要煮個東西 真的假的 為什麼 因為我做你今天生意啦 所以買個小蛋糕了 哇賽 大家都知道我今天生日怎麼會是 我本來不知道 然後我IG看到他說 今天9月5號祝你有生日快樂 然後我就跟我們巴黎說 欸不行 妳去幫我買一個蛋糕 簽我出 不要用公費 其他用公費出 這我自己煮沒關係 我本來想說今年還蠻忙的 整個禮拜都是還蠻檔期 我想說今年生日就隨便過過 開個直播就結束了 沒有想到一進公司就被騙 然後被唱出這邊快樂的歌 然後現在拍個騙 合作一下不熟的學長 呵呵 譬如說我生日快樂 真的很開心 不熟的學長 沒有啦 不熟的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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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要謝謝就是 CANSA的團隊 就是其實真的 我們是第一次合作 然後之前也是只有小聊一下 出生會之後在一家公司 遇到 遇到真的是直屬直系的 學長姐是一件非常難得的事情 會讓人很有安心感 尤其是我們經歷過同樣大學生活 然後老師都一樣 然後聊的話題 聊的天 都很接近 這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那我就希望大家以後未來也可以在職場上遇到很適合大家的學長姐 尋找學長姐 畢業地先生是幹嘛 找你的學長姐 沒錯 是真的會讓人有安心感 好 謝謝 好 那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就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然後旁邊小鈴鐺開起來 然後記得追蹤林一如的IG FB之類的頻道也記得按讚分享訂閱 歡迎頻道 IG追蹤 記得 記得 那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 拜拜